最新的消息要來關注是 民眾黨立委陳婉會爆料 因為有反對進電視排審的NCC委員 因為確診請假 沒想到主委陳耀祥竟然火速的排審 要在今天強度關山 而國民黨團也在現場進行抗議 但是誇張的是 NCC竟然封鎖了電梯跟逃生門 不讓媒體跟立委上去 最新的情況我們要請記者 蔡炳宏告訴我們 炳宏 是的主播持續在帶您關係 禁電視審照案是風波不斷 NCC其實在今天要來繼續來審查 禁電視的相關審照換照這個案子 不過其實就民眾黨立委陳婉會 就爆料說 其實陳耀祥要趁機來強度關山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其實在NCC內部 是有委員對於這個禁電視案子 保持疑慮 甚至是不想要讓他來過關 但是這位委員卻因為確診 所以要出席會議 那麼陳婉會就爆料說 這個NCC主委陳耀祥 就要趁這些委員反對的委員 不在的狀況下要來強度關山 那麼在今天稍早NCC現場 其實國民黨的立委 其實也來到NCC現場來進行抗議 不過就在他們準備要上樓 要來和陳耀祥來直球對決的時候 卻發現無論是這個電梯也好 或者是逃生們也好 通通都被鎖上 或者是以保養的名義為由 而擋住了甚至NCC裡面相關 是整棟大樓這員工 也不讓我們上去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的畫面 這本人就好 我要到來死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沒有找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你不需要幫陳耀祥想對不起啊 你拜託陳耀祥不是拜託立法委 你不需要拜託立法委 你不需要拜託立法委 拜託立法委 你說這是十段公署 這不是你家的 這是公的 好我們可以看到 不論是記者或者是公民黨立委們 以及攝影所有的人都是被卡在了 這個八樓外面 這個逃生門外面 這個逃生梯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的過去 是不斷的嘗試說 用電梯也好 或是用逃生梯 我們甚至也嘗試過了 要從電梯搭到二十樓 再走這個逃生梯到八樓 但是發現從八樓開始 八樓七樓這邊其實都是被鎖住的 那麼立委這邊也強烈做出抗議 認為說 那如果你連這個逃生門 都可以這樣任意來鎖住的話 那如果真的發生了火災 或者是任何的災難的話 那麼不就是罔顧人民 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 也可以發現立委是趕快 林德夫立委也是趕快報案 請消防隊來這邊來看說 這個逃生門到底狀況怎麼樣 是不是也有危害公共安全等等的疑慮 那麼消防隊員這邊也表示說 如果有違法之數 也一定會來進行柴數 但是又回到今天的案子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 NCC主委陳耀祥 是把所有的媒體以及委員 全部都擋在了門外 不讓我們採訪 也不讓我們來看說 到底裡面狀況是怎麼樣 那麼以上現場最近情況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給彭內主播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今天審理 禁電室董監變更案 還有第四台上架案 而列委陳焦華表示 NCC主委陳耀祥 趁著立法院休會的期間 火速的排審 這次陳耀祥為了迎合高層黨議 放水進電室審查 竟然在有長期反對的委員確診請假 就要來審查 然後竟然在府院的可能介入之下 要求這位委員不顧這位委員身體的狀況 就強迫他今天要線上參與開會 我們認為陳耀祥在針對立法院臨時會一開完 就趁著這個好機會就要來審查禁電室案 我們認為他已經把NCC獨立的這個機關的這個公正性已經喪失了 所以在這裡要求所有的NCC的委員都能夠秉持專業獨立 拒絕陳耀祥這種為了迎合執政黨高層的黨議 來護航放水進電室的審查 請所有委員都要拒絕陳耀祥這樣子瞞憨 這樣子把NCC獨立機關掃在地下的這樣子的行徑 來做出反對 也希望陳耀祥最後能夠學改勒馬 來撤銷今天的審查 等所有爭議都調查清楚之前 才進行審查 今天早就怕了 我們昨天到晚了 我沒事的 在這件事 於這件事 感谢观看